今年氣候變遷急劇 漁溫容易出現水質不良 以及寄生蟲疾病發生 近期漁民送水產動物疾病檢驗中心 診斷案件增加 現場翁張良日前特別到 醫竹水產動物疾病檢驗中心關心 並擔任一日水產獸醫師 實際操作養殖池水的檢驗 以及漁之檢查 現場翁張良說 檢驗中心不僅是檢驗 連漁汙管理 用要建議等全防衛的輔導 大力肯定加助疾病防治所 對農民的服務 那現在在我們黨的教育都有線 我們的醫民 發現到他的水體 懷疑有問題 或者是造成他的雨 有這種所謂的死亡 或是有些異樣 都可以來這邊做諮詢跟診斷 那我想透過這種專業的知識 跟現代的儀器的諮詢跟診斷 比較能夠精確的去瞭解 那你這個養殖環境 跟你所飼養的魚種產生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就有助於移民 能夠精確的能夠用藥或者是處理 有關於他這個養殖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想政府機關設立這樣的一個場所 能夠即時的能夠跟漁民互動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建立漁民 整個養殖環境的這個管理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循環 翁章梁呼籲漁民朋友一有異樣要及早送宴 透過專業受醫師與科學儀器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並且建立藥物正確使用觀念 降低藥物殘留風險 除了提高水產治癒率 降低漁民損失 更保障消費者使得安全 記者環培採訪報導 ्セール 消費者 允許 藥物殘留